2020年是很不同的 因为一来就是卖旧股 大家知道卖旧股又不是开新业务 二来就是 其实你看看股股 看股股其实是过往的那段 很大程度是说 聚述来说就是市场有一堆人认为 中国其实疫情上是在全世界前面 早点复苏 然后消费也不错的 挺好 很OK 所以就觉得那些波骸股 就是我们叫做Consumer Descriptory 那些不算太差 但是你从最近越来越多跟你说 又不是的 那些信息 因为其实你也明白 现在这一年都是的 全世界基本上 很多地方禁止了之后 都是消息其实不是流转得那么快 譬如最近也会有一些说法 就是我当作另外一种 虽然不同的餐饮 比较终端一些参业 譬如海底撰的那些都会出现 好像说那些 生意不好得也挺重要的 我都看到有些传言说 以往是不优收客的 但是现在就要去到 他们的员工要下去跨过隔离 去隔离的商场抢客过来 就是要去到这样 那有其中一个担忧的就是 会不会其实 当股价上到来的时候 就是大家全部的内需相关的那些 但是实际上 中国那个 整体的消费零售会不会 没有大家看得那么好呢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法维觉得 不是单独说配股这一下 是 而是如果他这个 未来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好的 而之前是特别炒贵了 那大股东卖股就变得很顺利成章了 是的 就是这个 法维这个会有点 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